这都是有可能的 那再加上我们之前分析 这个利空其实最怕叫不确定性 那已经确定了就是 这波利空就是9月份加增3000亿的关税到10% 那大家都知道了 而且这个预防针在5月份 市场已经有先受过一波的一个冲击 所以我当时有聊到 就是说这波的冲击应该并不会像5月份 市场反应来得这么大 所以顺着这样的逻辑架构 台股也顺势反弹 年限占回 五日限也占上之后 原则上在今天这个格局 其实可以看得出来 虽然指数的涨点不多 但是在内容上来看 一些业绩不错的个别股 甚至是产业面比较走深的PCB 5G四幅去云端相关的概念股 原则上都是还是维持在一个多方格局 所以如果这些族群都还维系在多方格局 玉唐伯可不可以先做个小结论 在这个礼拜操作上多方 已经可以积极一点了呢 对没有错 我认为其实是可以比较 原则上是可以把心态上 抱持着比较偏多的角度去看 因为上周我们大概有谈到一个论点 就是说我在当时跟各位分析 我说10180可以视为这一波的一个波段底部 但是我有聊到 我对指数的看法就是 并不是说他会马上做一个强势性的V转 因为从国际面来看 还不是这么稳定 不仅中美贸易 甚至香港的反送中事件 都会让整个东南亚的一个局势 比较动荡不安 我觉得这个或多或少也会影响外资的部分 尤其再加上人民币的一个贬值 这也会造成这些所谓的国际资金 对于亚洲市场 大家都会有一些抽离资金的压力存在 这是我在上礼拜跟各位谈到的 来到本周目前看起来 国际面还是没有比较明显性的好转 我还是建议到这个架构 不过虽然外资没有大买台股 但是刚刚聊到了 为什么可以偏多 因为第一个你去看到 营收不错的个股 它还是能够在走势上 走自己的路 这是最关键的 尤其我们过去谈到 在族群性上来说 可以去留意一些什么 低档普涨的 我们从几个族群 分别在同事人去看 上礼拜我们陆续追踪到 叫做同伯基板的族群 当时我们聊到 这个台药 联帽 台光电 当时谈到这三档 都已经冲上今年高 而且股价都来到三位数之上 我就有跟各位谈到 他们更上有的原料 这个做同伯的金居 8358的金居 我现在投资人还有印象 我们上礼拜聊到 那时候金居的股价 还一度跌回到 接近这个30块31元附近 但是你看金居 连四红的一个喷出上涨 这个其实就反映出来 有落后性补涨的味道 毕竟金居在7月的营收 也是创下今年高 这个就反映出来 这整个产业 是一个很良性的轮动 也是架构在整个5G 制服器的一个建制 不断成长之下 把相关的整体的一个族群 像同伯基板的族群 它就有一个很明确的 向上比较的效应 再来在今天可以看到 跟随着应该说国际联动的 超微相关的概念股 你看超微在上礼拜 在美股是表现非常强势 尤其是在这个费半指数当中 表现非常强眼的一档个股 那因为它推着这个伺服器晶片 Google Twitter都采用 所以你看几档超微概念股 像是比较高价的翔硕 今天也是同步性的 跟随这个AMD的股价公告之际 往上做喷输 那它在伺服器当中 重要的合作伙伴技嘉 也是日前我们跟各位谈到 它也算是一档标准的 七月营收成长股 年增58% 年增26% 月增58% 很标准的就是跳跃性的成长 那股价还在低档 那自然市场的买盘 就会比较愿意去做进驻 今天技嘉也拉了一根红棒 站上所有的均线之上 甚至像是建策 南电 新兴 这块AMD的一些 概念性的一些各国 原则上还会是 多方比较聚焦的重心 再来我们可以看到 归纳维是一个叫做 底部转强的业绩成长股 就是在股价的位阶 它并不是这么高 但是因为它的七月营收 缴出来的成绩 让市场是 应该说是出乎意料的好 所以说股价它会呈现 比较强势性的反弹 像上礼拜也是我们连续追踪到 做伺服器散热风扇的见准 原本它的股价在营收公布前 还压在年限之下 甚至是来到今年的相对底部区 结果这次七月营收公布出来 是出乎意料的好 来到历史相对高 11.2亿的成绩 你看见准的日K是连四红 而且我没记错的话 是前两个交易日都攻到涨停 今天也一度碰到涨停 当然这些短线涨比较多 头正操作上追教留意风险 不过就这个顺者这样的论点 就是说营收好 但是业绩在低档的 就有机会在这个地方顺势展开跌升性的反弹 再来我们看到最近说 宣布要实施库藏股的2436的伟权店 也有这样的特征 因为伟权店在七月的营收 也是缴出来创十一个月的一个新高 那最大的一个成长的一个动力来源 就是来自于日本任天堂的拉火 我们都知道任天堂在今年这个 第三季要推出两款新机 而且在中国大陆也跟腾讯合作 要去做进一步的一个销售 那目前在家运游戏机来看 任天堂销量还是最为稳定 还是最好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伟权店在营收公布出来之际 股价也开始做一个跌升性的反弹 尤其在上周 这个伟权店的公司派 也宣布要实施库藏股 预计要买回这个3000张 所以对于跌升的一个伟权店来说 股价底部当然有一定的支撑 而且它上半年的获利已经超越去年全年 所以也算是在获利有成长 但是股价还要再低档的 再来你看到像今天走高的光照也是 毕竟本身在半导体的一个扩建之下 我们之前聊到一些设备股 像是加登 像是光照 都是跟随台积电的一个扩厂效应 同步性的看好的个股 今天也反映营收的成长 一举功道涨停 再来你可以看到 像是在机器人领域当中的 2359的所罗门 所罗门它公布出来的7月营收 表现也是很好 因为它一口气 月增的幅度是高达70% 年增是高达17% 这个3.5亿的成绩 也是来到历史相对高的水准 你看所罗门的K线 也是在上礼拜见到低点之后 收了一根长红 有一个这个吞噬的一个K棒形态 那目前日K是拉出联市 毕竟所罗门切入的是在这个机器人 3D的视觉感应系统 那伴随着AI甚至所谓的工业互联网 5G的带动之下 它也打入到像是日系 欧系的这些机器人领域 那目前都是股价在低档 那反映营收的成长之下 原则上就是顺者刚刚谈到的逻辑 既然整个局势 加算指数已经涨上5日线了 那这个打搅的形态 也确认初步的底部 还是可以找业绩成长股 比较积极去做布局 好说到了业绩成长股 上个礼拜我们看到现在还是暑假 所以暑假大家打游戏着 业绩如何 接下来就要看公布的状况了 星象上个礼拜一马当先 最主要的关键出现在8月6号 8月6号出现了一根大量的红黑之后 开始正式突破了 长达有将近快两个月的横盘整理区 每天的高点都比昨天还要高 而且都是带量涨 星象不仅仅7月营收表现不错 第二季的合并营收表现也都很好 整体来说第二季在纯益的部分 增加了有43% 光1PS有6.47块钱 整体来说星象上半年 已经赚超过一个股本了 最近的股价也已经正式登上了 400块钱的价位 今天早上一度攻上了401块钱 股价这么高了 而且也是高价股要追 当然现在风险也高 但是玉堂从星象反映了7月营收双成长 而且上半年赚的这么多 有没有在同样游戏股当中可以找到位阶没有这么高的呢 当然可以 其实从星象的一个走高 我们可以发现到游戏的一个热度 从我们上半年分析以来 就是反映在整个产业面的一个应该找到获利的 所以你看哦 星象已经攻到300多块 400元之上了 所以其他的游戏股 我们之前聊到的几单 我们可以看到像是4994的传奇 你可以看到传奇的营收也是很好 因为第一个 它在尤其在像是日本跟大陆市场的部分 旗下的新游戏 有这个风之国度 目前的市场看好度还是相当好 我们下面也可以放一下外资的一个进出 其实你看这一波外资的一个转买之下 尤其在8月份 我们当时谈到台股市回撤之际 但外资不卖反而持续加码 股价现在也来到104.5元 创效近期的一个波段新高 当然这些游戏股 第一个有些位阶比较高了 因为星象说真的400块 说真的业绩当然很好 但是再去追价 我觉得短线上可能震荡也比较剧烈 同样在低档 我们过去有跟各位分析到 也是在上周五刚公布营收的 3083的网融 我觉得投资人也可以多加留意 因为第一个 网融在去年 这个吞噬10DM的游戏 在东南亚开始展开授权 那目前像是越南泰国的授权金 陆续都会在下半年 做一个入账的动作 那我们再看它7月的营收 它公布出来的7月营收 年增率是高达151% 从今年来看 在前7月 网融的营收 比去年同期累积起来 增加了是98% 快增加了一倍 那关键点在于 在下半年的部分 在上礼拜 8月初 这个上海的 这个China Joe 上海的电网站当中 网融也展示出 它第四季 极佳推出的黄毅M的游戏 那因为这款游戏在过去台湾推出的时候 在十几年前PC端的时候 那时候累积的会员数已经高达300万人 所以说预估在手游上推出之后 这些旧有的玩家所回归贡献的一个 应该算是这个营收的一个贡献度 有机会让网融单月的营收在第四季 冲到一亿元之上 那毕竟游戏股目前有 古王星象带动冲到400元 就像我刚刚谈到的逻辑 一个族群有一档强势的领头羊 不断创高的带动之下 它会把后面同样也是业绩不错的一些个股 把它带动上来 所以刚刚聊到的像是传奇的部分 也已经来到百元之上了 网融的部分我们看日K线 也有打出了一个晚行底的味道 所以目前的一个架构在游戏股的部分 因为接下来八九月份 我认为整个营运的状况 它还是在传统的一个历史高峰 有业绩的支撑之下 股价应该还有机会再点高 玉塔您刚刚提到AMD超维 在相关的概念股 今天5269的翔硕 翔硕再度的出现了一根带亮的红K棒 所以涨过了在目前的所有均线 要挑战的是四月的高点 六百多块钱的价格 但是翔硕这根红K棒 扎扎实实的往上涨 却看到了像刚刚提到3653的建策 建策台风天的前一天 带量上涨之际在今天突破了高点 但过高之后稍稍留一个上影线 另外6213的联帽 联帽跟AMD的关系是 现在开始AMD 它出货给AMD 今天股价也密是走高 但是创高之际一样在早上的高点没有过 今天的量要不要担心在创高之后 有一些拉回资金有撤出的疑虑 还是说只要5日均线守住不跌破 则现在往上就还有机会呢 原则上第一个我们看建策 虽然今天并没有做一个持续性的大涨喷出 不过因为它算是在AMD的概念股当中 位阶真的是比较高的 那在上礼拜8月8号那一天 法人尤其外资投信大买 拉了一根实体长红今天过高 短线这个地方震荡我认为实属必然 毕竟在击涨之后 高档的一些筹码的换手整理是必然的 尤其在今天稍微整理之际 我们短多可以观察 前一根红棒的中指 大约在这个137138这附近 作为初步的支撑观察 其实目前都没有回撤 那6213的连茂也是 你可以看到连茂的股价也是来到 这个今年的一个新高 那法人筹码也没有撤出 原始上它这一波还是很标准的 顺着5日10日线做一个 比较稳健的一个上涨格局 那今天大概可以发现一个特征 就是说前一波在这一块的 强势形态的领涨股 今天休息资金就有点流动 像刚刚谈到AMD的一些概念股 今天涨的反而是前一波 可能表现比较温吞的像翔硕 你看翔硕的K棒在今天起涨之前 其实几乎也在这个525上下这个区间 做整理 今天才有市场的一些买盘量 去做推升 2376的技嘉也是 今天这一根红棒没有拉出来之前 其实它在上礼拜还是处于一个区间的量缩整理 所以今天在同样的一个题材当中 可能先前领长的AMD的这些强势过 可能短线上有些资金稍作获利调节 不过不代表在这个族群的一个热度转弱 而是这样的一笔资金 它是转到在同样的AMD的概念股当中 前一波表现比较温吞的族群 就有点比较拉抬的补涨味道 是 好 谢谢玉堂今天 我们下午来发现一下 i don't want to pass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